第111章,懊悔。大仙这个人吧,有人说他冲动,坑队友,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很理性地面对一切。 我曾见过一些人,比大仙更甚,朋友有难,即便远在天边,也不问详细,一飞机从北方披星带月赶到南方。 理性是为了保护自己,然而感性往往都是为了保护他人,大仙虽冲动,有时候也不听劝,但却是一个能为朋友着想的真汉子。 王道是一个剑步窜出去,只见他用匕首猛的割破中指,往自己身上连点七处,乌鸦一声大喝,抢到过去。 猫耳村的村民看到他,就跟看到鬼看到太阳一般,轰一下散开老远。 三胖子却对此毫无所拒,一巴掌把王道是手中匕首山飞老远,匕首正义声插入地面。 我一惊,狂喊,放开我!放开我! 身后那双手却更加用力了,一个低沉且厚实的声音传来,老实点。 我急骂,你他妈谁啊?放开老子! 村里那怪物恐怖骇人,似人非人,似尸非尸,身体胖的,几乎能装下两个成年人,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身后那人却刷一下,把一把匕首架在我脖子上,冰冷到风割破一层皮肤,让我瞬间冷静下来。 与其让你在里头死了,不如就死在这里,反正深山野林,也没人发现。 那人冷冷道。我深吸两口气,静下来。那人见我不再挣扎,两手一松,把我摔出老远,冷冷看着我。 我这时候才发现这人个子很高,穿着墨绿色的军裤,一双长筒靴,身上的肌肉把黑色短袖撑得满满的,他目光坚毅,裹字脸上写满不屈。 这是一张典型的军人脸,总有骨说不出的味道。我没管他,此刻王道士已经和那怪物打坐一团。 那怪物不怕大洋之物,而且力大无穷,王道士能逼退厉鬼,却拿它毫无办法。 他单手夹着大仙的脖子,大仙喘不过气,脸都成了猪肝色。 王道士脸色一变,中指往双眉上一抹,两条眉毛瞬间变成血红色。 用巨羊符的灰抹在眉毛上,可以点羊,用中指血呢? 这几乎是要拼命了。 只见到王道士两条眉在夜色中一跳一跳,这怪物竟然退了两步。 我暗暗心惊,王道士果然厉害,这怪物连我体内的食事鬼胎都不怕,竟然被它三下两下逼退。 王道士趁机摸出折叠铲,一铲子朝着怪物胳膊削去。 那怪物躲避不及,半个胳膊就被削了下来。 大仙这才逃脱出来,滚倒在地捂着脖子,一阵猛咳。 快过来! 我吼! 或许是被夹得太久,缺氧一时反应不过来,等到王道士踹它一脚, 它才猛地跳起来,一摇一晃往村外跑。 王道士见状,把折叠缠往那怪物身上猛一掷,然后头也不回地跟着往外跑。 我心里大喜,两人都能没事逃出来,实在太好了。 结果一变突生,那怪物就像是脱皮一般,全身肥肉猛一颤, 紧接着一具血尸就从那具身体里蹦了出来。 我一下叫出来,吃尸。 王道士听到我喊,脸色明显变了,狂吼一声,疯了一样往外跑, 他脖子上青筋抱起,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 大仙情况和他差不多,但是大仙是运动员, 就算他现在脑袋缺氧,跑得也比王道士快上许多。 吃尸速度十分慢,跟王道士与大仙没得比, 看到这里我才舒一口气。 下一秒,大仙却呜吼一声叫出来, 我一愣,只见到猫尔村的村民,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把村口的路给堵死了。 大仙一惊,人也清醒不少,王道士这时候也追上来, 看到眼前情况,吓一大跳。 我都惊呆了,王道士用中止血连点身上七处要学, 这法子只听说过,但从未见人用过, 这叫七星隐阳。 双眉抹上中止血,就不叫点阳了, 这叫隐阳出窍,说实话, 中止血并不是很适合的隐阳出窍材料, 传统的隐阳出窍需要单纱混合一些其他的东西, 再抹在眉上,然后用金针刺破眉间, 点一滴血出来。 王道士材料不够,而且特仓促, 于是只能用中止血抹眉毛这个操法子。 但这也不是寻常鬼魂能抵御, 结果猫尔村的村民这时候竟然全冒了出来。 我当场就吓炸了毛, 王道士一声唬吼,猛地往前冲, 只见到几个不掌眼挡到的厉鬼被无声撞的魂飞破散。 你苟日地先跑。 王道士极喊。 大仙一愣,脸上浮现一丝绝不妥协的神色, 我知道,这货又要冲动, 在外狂叫,你他妈快出来。 在那里当累赘? 不过我这句话显然是多余的。 因为王道士撞散几个厉鬼, 脸上表情显然变了。 捉鬼需要道具, 这并不是形式主义, 空手拿鬼, 哪怕你再厉害, 但到底是凡人之躯, 哪扛得住厉鬼身上阴气? 一个两个鬼空手拿了, 或许没事, 因为阴气并不重, 没有重蹈影响人行动。 但是猫尔村的村民有多少? 王道士七星隐阳, 隐阳出窍后, 体内阳气再重, 他也只是一个人, 哪扛得住这么多的厉鬼? 他又没有桃木剑。 皇符之类的道具当戒指, 不让厉鬼接触自身就被拿住, 所以只能硬抗这群厉鬼的阴气。 果然, 撞散了二十多只厉鬼后, 他面如白纸。 这时候, 那具赤狮也追了过来, 大仙拿摸不着的东西没法子, 但是他从不怕碰得到的东西, 这丝竟然翻身一滚, 躲过赤狮的一爪子, 顺手捡起了王道士丢出去的折叠铲, 反身一铲子朝着赤狮的脑袋上削去。 只听到当一声, 这一下仿佛削在了铁皮上。 我看得发怵, 赤狮这么厉害。 只听说过, 粽子刀枪不入, 但这折叠铲是军工用品, 开刃的那一面比大砍刀锋利多了, 这一刀下去, 赤狮只是晃晃脑袋, 一爪子往后扬去, 就把折叠铲打飞了。 这赤狮不怕大洋的东西, 我体内十是鬼胎煞气重, 他在村子里的时候, 竟然也可以安然无恙靠近我, 要知道那时候赵三顺碰到我都要避开老远。 王道士被一堆厉鬼围住, 大仙在赤狮面前跟个婴儿也没什么两样。 我急了, 不去他们就是个死字。 再顾不得什么冷静, 撒腿就往里跑, 跑一半, 突然想到些事情, 又咬牙退了回来。 回头看见果子脸的男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摸出了匕首, 偷偷对着我的背心, 我吓出一身冷汗, 看来他是铁了心, 不准备让我进去, 大有与其放我进去, 不如杀了我的意思。 我狠狠咬牙, 不知道怎么跟这不讲理的家伙解释, 现在只要我进去, 用石室鬼胎帮王道士驱散四周厉鬼, 说不定还能从赤狮手上救出大仙。 不过我显然是又想多了。 大仙在赤狮手上走不过俩回合, 但他速度快, 拖了赤狮几分钟, 王道士这时候也缓过进来, 咬牙跟四周的厉鬼拼了。 正在这时候, 四周的厉鬼就跟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物似的, 哄一下跑了眉影。 我一愣, 一个薄如纸片的影子从村里急速飞出。 画中仙, 我忍不住大声喊。 这村里竟然也有画中仙。 画中仙在大白天都能出来, 王道士哪怕用了七星阴阳, 引阳出窍, 身上阳气重得吓人, 但能冲过太阳的阳气。 我当时就连到不妙。 王道士一抬头, 看到一个保质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 他也吓得发抖, 立马转头, 头也不回地扯着大仙往村里跑。 而且就在他们转头往里跑的下一秒, 我看到更加害人一幕。 只见到又有两句赤狮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了画中仙附近。 低头一看, 地面上两个大坑, 这两句赤狮刚才就是埋在这里的, 可能突然被吵醒, 于是爬了出来。 我刚才要是也贸然进去, 一准备包了饺子。 王道士和大仙一面往里跑, 一面回头看, 看到这两句赤狮, 他们的脸白了。 王道士似乎发了狠, 远远冲我大喊, 讲娃子。 三天? 我顶多只能撑三天。 记住了。 大仙也叫, 一定要找到三胖子。 两人说完就钻入村子中不见踪影。 我急得背心都汗湿了, 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国字脸的男人沉默走过来, 对我说, 别慌, 总有办法的。 我一屁股坐在村外大石头上, 刚才发生的一切太突然, 根本没有留给我思考的余地。 狠狠掐了自己两个人, 利用疼痛让自己保持冷静, 然后将思路理了一下。 我们在浓雾中进的村, 那时候可能就被赤狮袭击, 然后晕了过去。 但赤狮却并没有杀害我们, 还伪装成人类, 只有在我们要逃的时候, 才突然冒出真身。 这是为什么? 现在记起来, 猫耳村的村民不敢靠近我, 其实并不是因为怕生, 是因为害怕我体内的食事鬼胎。 但猫耳村的厉鬼, 画中仙, 赤狮之间又有什么关联? 赤狮和厉鬼, 为什么可以在大白天池来? 而且还能发出人声? 他们为什么又不追出村子? 更重要的是, 三天内, 我怎么就出王道士他们? 第112章, 行者各异。 我正愣愣出神, 那国字脸男人沉声问, 你是讲娃子? 夜色如墨, 仿佛四周的空气, 都随着男人的问话凝固起来。 国字脸男人, 给人很强的压迫感。 你是谁? 我朝向他, 深吸两口气强自镇定下来, 又问, 你认识三胖子? 王道士进去前说过, 三胖子在外面, 那么这人很有可能是和三胖子一起来贵州的。 国字脸男人凝目盯着我, 我仿佛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一把刀, 一把锋利的, 削铁如泥的刀。 有人委托我, 护送他们来这里。 国字脸男人沉默一阵后, 眼瞼一该道。 我再问, 他就什么都不说了, 只是靠在猫耳村村外的大石睡了过去。 虽然他睡着了, 但眼皮子只是轻轻闭着, 全身肌肉也并没有完全放松,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张开眼, 面对将要到来的危险。 我也在村口的大石边上坐下, 强迫自己睡着, 我需要养足精神, 养足精神才能想办法救出大仙和王道士。 在醒来的时候, 是被一阵一阵烤肉的香味又醒, 一张开眼, 只见到一个大胖子正背对着我, 胖子面前一堆篝火, 篝火上还架着几只兔子。 篝火边沉默围着七个人, 他们面目各异, 有的文文弱弱, 但目光炙热, 有的长得五大三粗, 膀子快赶上我大腿粗, 有的则摸出笔记本正在记录着什么, 神情认真, 仿佛四周没有什么能影响他做笔记。 总之, 这是一群怪人, 他们全穿着墨绿色的军裤, 装备齐全, 而且看上去个个都身怀绝技。 但最吸引我的, 还是那个敦士, 肥胖的背影。 我轻声喊, 三胖子。 那胖子听到声音, 回过头来, 我看到一张惊喜的脸, 脸上挂着憨笑, 肥肉堆了满脸, 他一笑, 五官都跟着变了, 仿佛成了一尊弥勒佛, 我曾听老人家说过, 有真面相的人, 天生福气, 万事不愁。 三胖子惊喜喊, 讲娃子, 你终于醒了。 顿了顿, 肥手一挥, 又小声说, 快过来吃东西, 待会他们忙完, 就没得吃了。 然后小心翼翼, 偷了两只烤熟的兔子, 一只递给我, 另一只, 则自己大口大口啃起来。 兔子是野兔子, 也不知道是谁捉的。 我满心疑惑, 但却没有立刻询问, 自己肚子也饿得慌, 大口大口撕咬起来, 结果吃太急, 噎到了。 三胖子递来一壶水, 我喝了两口, 发现水是甜的, 里头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 三胖子开心笑着, 加了些草药, 这林子里的宝贝多这里, 快喝快喝, 见味消食, 提神的。 我咕噜咕噜灌两口, 这水不仅甜, 还开胃, 提神, 喝两口后, 果然人也精神了许多。 把水壶递给三胖子, 发现那个国字脸的男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了, 他盯着我们, 眼神冷峻。 我想了想, 把剩下半只兔子递给他, 三胖子一脸可惜, 不要可以给我吃啊。 国字脸男人愣了愣, 结果撕了条兔子腿, 然后把剩下的全给了三胖子, 三胖子这才开心笑起来。 孙中霄, 你肚子饿了, 就自己去捉兔子呗。 三胖子边吃边说, 我这才知道, 国字脸男人叫孙中霄。 孙中霄没答话, 小口吃着兔子肉, 看起来吃相很秀气, 偏偏一只兔子腿, 一分钟都没, 就被他啃了个干劲, 最后甚至连骨头都被他嚼掉了大半。 他吃完沉默一会, 转头看我一眼, 表情有些犹豫, 下一刻点点头, 算是谢过兔腿之恩, 然后又闭眼睡着了。 此刻月儿才偏息, 刚才那一觉, 看来没睡多长时间。 我静静等候三胖子吃完, 猫耳村发生的一切, 已经冲淡了我和三胖子重逢的喜悦,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三胖子抹掉一嘴油, 面有难色地说, 他们邀请我来的, 说这里有一种罕见的调料, 不管吃什么, 只要放了这个调料, 就能变成世间美味。 我发愣, 这个理由用在别人身上或许太牵强, 但对三胖子来说, 这一切都合情合理。 你们来的时候, 有没有遇上什么危险? 我又问。 三胖子咕噜咕噜灌两口水, 想了阵, 说, 被两只很厉害的猴子碾过, 孙中萧说跳水, 然后我们跳了, 之后就没事了。 我把那张在长白山拍的照片拿出来, 问, 你怎么会在长白山? 我是说, 照片怎么不见了? 三胖子哈哈笑着, 然后表情瞬间变得愤恨, 扭头狠狠瞪了篝火边那群沉默的人, 道, 他们先骗我说, 那条料在长白山, 结果差点饿死在那儿。 这次再找不到, 我就偷偷回叶家村。 我苦笑, 你怎么认识他们的? 三胖子拉着我小心, 往篝火边看去, 窃窃指着其中一个戴眼镜, 捧着笔记本, 敲键盘速度飞快的青年, 小声说道, 他是与有时, 金平师傅一个朋友的徒弟, 学得什么不清楚, 神神秘秘的。 他又指着另一个个子很高的少女, 少女身材修长, 扎着马尾, 挂满黑汗的脸上, 隐约可以看出白皙如玉的皮肤, 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一双手, 即便全身脏兮兮, 一双手却干干净净, 他手指修长, 仿佛天生在钢琴琴键上跳舞的舞者。 他是与有时找来的, 叫张赵若, 一路上白吃白住, 啥都不干, 而且体力推弱, 害得孙忠肖时不时还要分神保护他。 我点点头, 问, 那个中年男人是干什么的? 我说的中年男人是那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看上去恐无有力, 满脸横肉, 一看就知道是不好惹的脚, 而且从他身上, 我看到了些大仙老爹叶子虎的味道。 这是孙忠肖一起的, 叫陈绍青, 不过从没见过两人说话。 我嗷一声, 看来这人和孙忠肖一样都是雇佣兵, 三胖子继续给我介绍。 那两个个子矮矮的中年人分别叫张凹、张突, 听说是两兄弟。 我被这名字逗得一乐, 但想到大仙和王道士还在猫尔村中, 便怎样都笑不出来了。 仔细打量了两个中年人一番, 这两人身材十分矮小, 跟个地鼠似的, 而且眼睛总眯着, 他们皮肤有黑, 仿佛刚从眉坑里出来。 虽然皮肤有黑, 可两人偏偏看上去病痒痒。 再一望去, 他们一双膀子却筋肉扎实, 看上去非常恐怖。 我也迷眼看过去, 两人瞬间察觉到什么, 回望过来, 我这才发现两人样貌十分相似, 很难分辨出谁是谁。 贴过视线, 问, 这两人干什么的? 三胖子一摊手, 不知道。 其实我心中已经隐约猜到, 他俩是干什么的了。 他接着给我介绍剩下那两人, 那个闭目养神的, 叫吕成峰, 旁边那个小平头, 叫张西富。 我望去, 只见到一个留着中长发的少年, 正闭目养神, 少年模样俊秀, 闭目养神的时候, 双手还不忘, 放在两膝上, 看起来颇为装逼。 吕成峰边上, 一个小平头, 其貌不扬, 看上去随意坐着, 可从紧绷的大腿来看, 他随时准备着跳起来, 与人搏命。 张西富守在吕成峰身边, 陈少青是被雇佣来的, 光是看两人的扮相, 就知道花费不菲, 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 也不知道, 这吕成峰到底烧了多少钱。 三胖子指着吕成峰, 满脸回味地说, 这一路上吃小吕的, 住小吕的, 只要不在山里, 从没去过五星大饭店之外的地方。 我惊呆了, 这吕成峰到底是多有钱。 这时候, 三胖子却忽然神情哀伤起来, 趴在我耳边小声说, 讲娃子, 我给你说个事儿啊。 他声音中带着些唏嘘感慨, 仿佛看穿红尘的老僧随意一叹。 其实, 与有时这个王八蛋说, 如果我不跟他来, 他就要把我送回金瓶师傅那里去。 我, 我, 我本来想跑的, 结果发现躲不掉他。 我当时就跳了起来, 准备上去, 找于有时理论, 要不是他, 三胖子也不会出入这么多危险的地方。 我, 大仙, 王道士也不会来贵州。 大仙, 王道士也不会在猫尔村中生死不知。 可是我刚跳起来, 就被人一把拉下, 我扭头一看, 是孙中霄。 别乱动。 他沉声低吱。 我怒了, 孙中霄脸却一沉, 手往篝火边轻轻一指。 我一愣, 看过去, 原来张西傅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声站了起来, 他右手不自然地垂在身侧。 孙中霄巧声说, 他有匕首。 我一惊, 怪不得他手臂垂得不自然, 刚才, 要是就这样冲上去, 张西傅肯定绝不留情地把我放倒在地。 孙中霄放开我, 然后又回去躺下, 侧身接着睡。 张西傅也坐下, 至始至终脸都没有朝我们这边一秒。 三胖子也惊呆了, 拉着我说, 蒋娃子, 你一定要救我回去。 我恨恨点头, 还有大仙, 王道士。 你先给我具体说说是怎么回事。 我们进村的时候, 明明看到村外有篝火的痕迹, 但为什么你们比我还晚来? 第113章, 在入村, 三胖子表情也变得沉重起来。 我们来了这里之后, 予有时不让我们进去, 说是要找一株花。 一株花? 我愣住。 三胖子声音突然压得很低,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听清楚, 那花我只在金瓶师傅家里的书中看过, 有醒神的作用, 不过据说已经很难找到了。 说着, 三胖子给我形容了一下那朵花的样子。 我听着忽然一拍大腿, 唇齿钉香。 三胖子傻乎乎一愣, 啥? 唇齿钉香有个名堂, 在正规书籍中未有记载, 只在野史与香野郎中当中有过传闻, 唇齿钉香, 二月, 八月彩。 不生树上, 长于地面, 叶似立叶, 花圆细, 有若唇齿, 又若钉香, 是则名为唇齿钉香。 香野间的赤脚医生曾传闻, 唇齿钉香有幻人神魂的功效, 含叶与舌下, 可保神志。 真有这玩意? 我问。 三胖子指着于有时, 花在他那。 我呕了一声, 知道了个大概。 于有时等人到了这里之后, 并没有急着进去, 而是在外修整了一阵, 然后去找唇齿钉香。 想到这里, 我暗骂自己愚蠢, 在外面看到那堆篝火的时候, 就应该察觉, 为什么三胖子等人到了这里, 还要在外起一堆篝火, 在外吃一顿饭。 显然是因为村子太古怪, 让他们没有第一时间进去。 我拉着三胖子问东问西, 于有时他们掌握的关于猫耳村的事情肯定比我要多。 于有时有没有说, 为什么不立刻进村? 我问。 三胖子说道, 因为物有古怪啊, 你忘了我师父是金瓶师父。 接着, 三胖子给我说了一大堆专业术语, 听完, 我只明白了一个关键点, 物没毒, 起码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但用三胖子的话来说就是, 这物如果也是一味中药, 那它肯定是姓良的那种, 而且良的不是一星半点。 三胖子不懂玄学, 只知道, 物气有古怪, 但不伤人, 但我听过它的描述之后, 明白了, 这物能养魂, 甚至能养尸。 我理了理头绪, 要求王道士他们, 看来还得从这片物与纯齿钉箱下手。 纯齿钉箱可以凝神, 难道这片物气能让人产生幻觉? 想不通干脆就不想了, 于有时一群人既然全副武装到这, 肯定也有他们的应对之法。 沉沉睡了一晚上, 我和三胖子二人都识去的不去提大仙和王道士, 因为现在我们不能冲动, 只能静观其变。 第二日大早, 我是被孙中肖喊起来的, 他只是轻轻摇晃了我两下, 然后我脖子上一肿, 整个人就瞬间清醒了过来。 我一张眼看到那个国字脸的男人, 惊诧无比, 也不知道刚才他按我脖子那下是什么手法。 三胖子也被他捏醒, 这家伙一醒来手, 就自觉地往包里头摸, 摸出一条牛肉条啃着, 啃完才回过神, 这么早。 我看了看四周,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到了猫尔村之后, 每天都能起一片大雾。 在大雾中, 我看到于有时已经准备妥当, 他除了背个电脑包, 几乎什么都没戴。 张兆若跟在他身边, 两人看上去非常亲密。 吕成峰静静站在队伍最前列, 我这才看清他是个外貌非常出众的青年。 张西傅如一只警惕的右鼠, 伸长脖子, 随时注意着四周的动静。 张凹, 张突两个中年汉子, 非常不合群地不与众人在一起, 他们俩离人群有三米多远, 表情中透着小心, 谨慎。 肌肉扎实, 五大三粗的陈绍青, 坠在队伍最后, 双手插兜, 仿佛没什么事能被他放在心上。 孙中霄让我和三胖子到队伍中去, 然后独身一人走到最前面领路。 这时候于有时上前, 递给他一个耳机样玩意。 孙中霄点点头, 将那东西挂在耳边, 轻咳了两声。 于有时在后头嘴巴张张合合, 仿佛无声说了些什么, 孙中霄远远对他点点头, 队伍这才出发。 进了村, 孙中霄的肌肉明显紧绷了起来, 不知从哪摸出一把黑面匕首, 执在手中。 四周雾气很浓,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选在这个时候进村。 村子和昨天所见到的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还能看到鸡舍里飞出的几根鸡毛。 孙中霄用匕首挑起鸡舍的门, 里头几只鸡立马咯咯地叫起来,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鬼村。 小心了! 孙中霄握着匕首, 冲我们喊, 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地踹开了一扇大门。 猫耳村都是那种木制大门, 哪惊得住这样踹, 只听哐当一声, 整个大门竟然就仰面倒了下去, 屋里煞时间响起了一声喊, 谁他妈的大早上在那里烦人啊! 我们都一愣, 这声音, 显然是人发出来的, 紧接着屋内传来一阵稀疏穿一声, 跟脚步声。 张照若悄然躲到了鱼有石身后, 张熙父默不作声, 护在了依然淡定的吕成风身前, 张凹, 张突兄弟两面无表情, 但从眼神中可以看护他们的紧张。 我注意到, 那个叫陈绍青的汉子, 不知不自觉已经摸出了一把折叠铲回身观察着我们身后, 警戒着什么东西? 三胖子疑惑问我, 不是说里面都是鬼吗? 我眉头都快拧成麻花了, 大概吧, 我也不太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 没一会里头走出来一个人, 这人生的瘦弱, 一看就是饱经生活苦难的乡村贫农。 那人见到我们, 先是一愣, 富而一惊, 转头惊呼, 你们是, 话还没说完, 他的脖子上已经多了一道血口, 血液狂喷而出, 孙中霄一脚把他踹得背过去, 不让血液溅到自身。 我都看呆了, 这村子怎么样都还不清楚, 孙中霄竟然就已经大开杀戒。 没一会, 又一个农妇跑出来, 孙中霄放倒他, 这才引我们进屋。 进屋后, 我才发现孙中霄的匕首非常锋利, 刚才连杀两人, 连血都没有沾一滴。 他一进屋, 就靠着墙脚坐下, 一言不发。 我小心迈过两人的尸首, 心中一阵恶心, 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你们不怕坐牢? 我大声问。 回答我的, 却只有张凹, 张突两人的冷冷一笑, 他们是人。 张突指着地上两具尸体, 果然还是太嫩了点, 没见过什么世面吧? 我一时语色。 三胖子扯我手臂, 听孙中霄的准没错。 一行人进屋之后, 各自散去, 与有时摸出笔记本, 然后又摸出一个天线样的东西, 挂在笔记本上, 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我只是觉得这笔记本的垫, 未免也太尽用了。 直到后来才知道, 与有时这个笔记本可不一般。 张兆若与他寸步不离。 张凹, 张突兄弟俩找了个凳子, 坐在一边。 陈绍青走到门边, 把被孙中削踹坏的大门安回去, 跟门神样地守在边上。 屋内顿时又按了下来。 吕成峰这时候发话了, 他拍拍手, 吸引大家注意, 大家应该知道, 我来这里是找什么的。 从北海, 到云南, 再到长白山, 最后到贵州, 我们经历了很多, 遇到了很多危险, 但成功就在眼前, 所以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吕成峰说话得体, 天生的领导人模样, 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我小声问三胖子, 他来找什么的? 三胖子轻轻摇头, 我半路插进来的, 都怪于有时要挟。 我什么都不知道。 吕成峰又说了些鼓舞士气的话, 但哪有人理他, 他这才幸幸然坐下来。 忙了一阵, 两具村民的尸体, 就安静躺在屋子正中央, 所有人都各忙各的, 仿佛没看到他们一样。 于有时在那操作笔记本, 我就盯着笔记本上那个天线看, 盯了一会, 突然听到滴滴, 滴滴, 滴滴的声响, 这时候于有时脸上露出一丝喜悦, 一丝狂热, 然后蹭地站起来, 喊, 准备行动。 张凹, 张突两人眼中顿时冒出精光, 现在? 现在可是大白天? 于有时语气坚定, 就是现在。 张凹和张突叹一口气, 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大衣小俩铁铲, 小铲加宽仅两寸, 宽成U字半圆形, 铲上布装长柄, 虽然看似半圆, 其实形状是不圆也不扁, 最关键的是弧度, 它长有40厘米左右, 直径有15厘米。 这让这把铲子看上去非常古怪, 大铲比小铲也正常不到哪里去, 只不过铲不大号了些而已。 我看着一愣一愣, 这铲子有点像是七八十年代非常常见的一种凶器, 管叉。 不过又不像, 随即醒悟过来, 这是洛阳铲。 张凹, 张突两人用的洛阳铲, 看上去是最古老的那种, 但其中似乎还做了些许改动, 总之, 我是看不出来什么。 张凹, 张突两人操起洛阳铲, 于有时抱着笔记本在屋内走了一阵, 指着床边一处地方道, 哇! 两兄弟对视一眼, 刹那间, 双手蕴铲如风, 只听到沙沙几声轻微的响动, 地面竟然就被挖开了一个大坑。 众人全愣愣看着他们, 张凹, 张突也脸有的色。 不过下一秒, 当一声, 铲子似乎碰到了什么 特别坚硬的东西。 鱼有时面有喜色, 喊, 停。 走上去, 想看个究竟。 我突然想到些事情, 心中一紧, 剑步冲上前去, 喊, 是赤狮。 小心。 一只血红色的手蹭一下, 从那个洞口伸出, 抓向鱼有时小腿。 千钧一发之际, 我把鱼有时扑倒一边, 好, 把洞堵上。 快! 第114章, 金煞。 赤狮那一爪子, 几乎快挠到了鱼有时腿上。 鱼有时惊呆了, 但还算牢牢捧着笔记本不撒手, 生怕把笔记本给弄坏。 张凹、张突俩兄弟先是一惊, 随后反应过来, 洞阳铲灰的跟打装机似的, 只把图往坑里填, 短短半分钟, 那坑竟然就被填回去了。 我急得满头大汗, 跑! 跑! 赤狮是会被图给埋住的。 鱼有时不听, 喊, 孙中萧! 孙中萧犹豫片刻, 突然, 吕成峰也喊, 孙中萧! 上! 孙中萧表情 突然变得坚定, 摸出一把黑面长刀, 这刀我见过, 电视上, 美国大兵探丛林的时候, 就经常带着这种刀。 底下赤狮已被惊醒, 只感觉地面一阵轻微抖动, 刷一下, 一只邪手就从底下伸了出来。 孙中萧抡刀朝邪手砍去, 结果人被反震得往后倒退两步, 我看到他一双手竟然在微微颤抖。 赤狮不怕大洋的东西, 也不怕煞气, 你小心点。 我急忙提醒, 赤狮为树所养, 五行属木, 破土能力实属一流, 下一秒, 他从土坑中钻出, 一爪子朝孙中萧挠去。 孙中萧却没有硬抗, 而是侧身闪避。 我按照他经验丰富, 赤狮力大无穷, 又刀枪不入, 但速度慢得很, 孙中萧的策略很对。 但不知道这只赤狮是否有智力, 先前那只赤狮伪装成三胖子, 差点把我们都骗了。 结果证明, 我想多了。 赤狮盯着孙中萧不放, 完全无视了其他人, 陈绍青更是好整以暇地抱着膀子看戏, 我问他怎么不上去帮忙。 他说道, 不是我分内的事。 孙中萧和赤狮打斗起来惊险万分, 一开始还可以借助敏捷的身手与之周旋, 但由于室内太狭窄, 躲避的地方不多, 渐渐地有好多次他几乎要被赤狮抓到, 体力也逐渐下降。 其他人只能干着急, 帮不上忙。 渐游时捧着笔记本疯狂敲击键盘, 吼, 再拖五分钟。 张兆若紧张跟在渐游时身边, 时不时帮他擦拭一下额前的汗水。 张凹, 张兔两兄弟站在门前随时准备逃跑。 没想到, 他们内部这样不团结。 孙中萧在赤狮手底下足足撑了八九分钟, 终于快支撑不住, 胡吼一声, 你们快点想办法。 渐游时满头大汗, 捧着笔记本身子都在颤抖。 陈绍青和张兮复申请终于紧张起来, 随时准备上去帮忙。 我也慌了, 王道士曾说过, 赤狮是被树养出来的, 五行鼠木。 王道士那天试过, 七星隐阳, 隐阳出窍两个法子对赤狮无效, 难道要用金形的巨阳符? 这可就有些玄乎了。 带着金性的大洋之物, 细数起来不多, 古时候有些杀人见血的宝剑似的, 屠户的杀猪刀勉强算是半个, 之所以说是半个, 是因为杀猪刀只能算是金性阴煞之物, 里头门道多得吓人。 简单说起来, 金性大洋之物又可以被称作为金煞之物。 说起来很玄, 其实不过都是些杀人凶器罢了。 可现在上哪找杀人凶器? 转头看到门前躺着的两具尸体, 我灵光一闪, 朝孙中霄大喊, 把匕首给我。 孙中霄一愣, 差点被赤狮抓到, 反手抓出匕首, 争一声, 治到了我眼前土地上, 其根没入地面。 我一惊, 屋内虽然是泥土地面, 但孙中霄好大的臂力。 拔出匕首, 割破中指, 让中指写均匀, 滴在匕首封刃上, 然后以匕首为符纸, 用中指写在上画一张巨洋符。 生活! 我喊! 其他人都一愣, 转头直勾勾看着我, 吕成风忽然吼, 小张! 帮忙生活! 张希腹得令, 立马把屋里的八仙桌给拆了, 在我的指示下, 把柴火放在那两具尸体上。 不得不说, 在某些无法通过寻常方法判断的鬼物面前, 经验就显得异常重要。 这两具尸体到底是不是尸体, 我没法感受出来, 但我知道孙中霄这人, 虽然我们接触不多, 但他这人绝不是那种心狠手辣之人。 也就是说, 他不会随便杀人。 果然, 柴火在两具尸体上堆起点燃后, 两具尸体就跟变魔术似的, 砰一下,仿佛在火堆中泼过的汽油一般, 瞬间消失不见。 火堆燃起来, 火焰成诡异的蓝色。 我一愣, 发现不对劲, 捡起拆掉的八仙桌一块凳了半晌, 忽然醒悟, 这里房子里的东西, 可能都是石人树的木头打造的。 如果真是石人树的木头打造, 那么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村里的赤狮这么多, 而且鬼魂也这么多了。 找到一根红绳, 系在匕首尾端, 然后把匕首扔到火堆中, 一分钟后, 匕首上的血迹干涸, 匕首柄上的红绳也被烧掉。 取出匕首, 用步把匕首柄一缠, 抛到孙中霄面前, 吼, 用它。 孙中霄反应神速, 就地一滚, 操起匕首, 朝着赤狮刺去。 这一下, 直接刺中了赤狮的小腿, 匕首没入赤狮身体三分。 虽然只是三分, 但总比徒劳无功强。 众人全看呆了, 我却急了, 大叫, 赤狮跟粽子差不多。 你刺他小腿有毛用。 孙中霄也一愣, 立即醒悟过来, 扔了黑面长刀, 匕首钻往赤狮脑袋上招呼。 我在喊, 把匕首弄他没心理去。 孙中霄眼神瞬间变了, 然后完成了个相当精彩的动作, 他先是诱使赤狮到了墙脚边, 双腿在墙壁上连灯, 一个三脚跳, 人就落在赤狮身后。 赤狮咕咚一声躺下, 再看去, 赤狮脑门子上插了一把匕首。 原来孙中霄利用三脚跳, 然后一个借力, 把匕首扎入了赤狮脑门子一半。 这时候, 雨有时也大叫起来, 小, 小心, 还有一只。 大伙都愣住, 还有一只。 我也瞬间反应过来, 急忙踹开门, 喊, 跑。 说着拉起三胖子, 一马当先跑了出去。 下一刻, 地面突然一抖, 一只赤狮从刚才那个坑里也蹦了出来。 孙中霄在最后, 手背被赤狮抓个正着, 一个血淋淋的口子赫然在目。 我刚出去, 眼前一黑, 一堆猫耳村的村民聚在门口, 毫无所觉的小声议论着什么, 嘎子家发生什么了。 我一惊, 这群村民更惊, 见我出来, 乌尔一声散开老远。 三胖子双腿都打哆嗦了, 他, 他们是人是鬼。 我呸了一口, 是人也是鬼。 三胖子还要说什么, 趁着猫耳村村民不敢靠近的时候, 我已经拉着他出了院子, 往村外狂奔。 身边忽然有动静, 一看, 原来是张凹, 张突两兄弟跟了上来。 他俩看我一眼, 眼睛里闪着金光, 小伙子, 不错呀, 山自派还是野自派的。 我精神经紧张, 没空搭理他们, 疯了一样往村外跑。 紧跟在我们后面的是吕成峰与张西傅。 再往后是陈绍青护送着 于有时与张照若。 孙中霄一人断后。 不过这断后显然是无意义的一件事, 他立刻就被猫耳村村民围住, 你是谁? 赤狮从屋子里冲出来, 猫耳村的村民就像没看到赤狮一样, 还上去打招呼, 嘎子媳妇, 家里发生什么了? 那几个人是谁? 赤狮从他们的身体里穿过去, 撵上孙中霄, 一爪子兜头抓去。 我急了, 吼一声, 让三胖子先跑, 然后扭头跑回去。 那些猫耳村的村民, 见到我跟见到温神似的, 瞬间避开一条道, 孙中霄有了空间, 轻松躲过赤狮的爪子, 抓起我往外跑。 孙中霄力气大, 速度竟然不比大仙慢上多少, 我几乎是被他带着跑。 没意会碾上于有时他们, 于有时这时候却大叫, 跑错了。 这边? 这边? 他指着另一处小道, 这条路明显不是出村的。 我心里大骂傻逼, 先出村。 出村? 吕成风比于有时更加傻逼, 他直接就朝着于有时指着的那条路跑去, 他这一跑, 张希腹也跟着跑, 张照若和于有时寸步不离, 当然也跟着去了。 吕成风是孙中霄和陈绍青的金主, 吕成风往那边走, 他们一转身也过去了。 孙中霄走之前, 扭头看我一眼, 点点头, 那意思是保重。 张凹和张突两兄弟见到突然散火, 犹豫了一会, 这时候听到吕成风圆圆喊, 赏金加倍。 他俩立马转头跟了过去。 我急得跳脚, 三胖子跑得气喘吁吁, 问我, 咱, 咱, 咱们怎么办? 我吼, 先出去。 出村再说。 结果三胖子这丝根本没什么体力, 回头一看, 赤狮已经摇摇晃晃追了上来, 以三胖子的速度, 肯定还没出村就被逮着了。 我急得跳脚, 呗一口骂, 你们等我。 孙中霄回头看一眼, 犹豫几秒, 转头和我一起, 架着再也跑不动的三胖子。 跟上大部队, 发现开路的是文文弱弱的鱼有时, 他捧着笔记本, 笔记本上那根天线还在。 他边跑, 边拿着笔记本上下晃荡, 跟搜索信号似的。 没一阵, 他指着一间木屋子喊, 就这里。 进去进去。 这木屋非常古老, 屋顶是黑瓦, 窗子还是那种木头的格子窗, 上面糊着窗纸, 窗纸已经旧得泛黄, 但依然没有破掉。 先别进去。 我喊, 结果已经晚了。 于有时打开房门, 一个薄如纸片的黑影子站在房门前, 他直勾勾盯着于有时, 然后手一抬, 扶过他头顶, 于有时便倒地不起。 话中先。 我心脏狂跳。 第115章, 死尸。 于有时魂被勾走了。 当场瘫倒在地。 令人吃惊的是, 寸步不离的张兆若, 却并没有扶着于有时的人, 而是伸手接住, 快要掉到地上的笔记本。 那双手又白又快, 明明看他手无腹肌之力, 可偏偏接住笔记本电脑的手快得非同寻常。 我惊诧莫名。 一个剑步上前, 赶跑话中先, 转头冲中人吼, 进来。 于有时把我们带这里来, 自然有他的打算, 即便他贸然让张凹、张突兄弟两挖坑, 挖出赤狮, 我也决定再相信于有时一次, 因为我们实在无路可走。 果不其然, 刚进屋子, 门都还没关上, 赤狮后脚就撵了上来, 他在屋外彷徨晃一阵, 若狗子一样扬起鼻子嗅了嗅, 突然转向我们, 却怎么都不上来, 数分钟后, 惊奇地又折了回去。 众人大叹神奇, 我手扶在门框上, 也觉得奇怪, 但手中触感有些不对劲, 仿佛门框在轻微颤抖。 三胖子皱着眉头看我, 咋啦? 我收了手, 名神盯着门框, 没看到有变化。 这时候陈绍青上前, 伸手摸了摸门框, 说, 怎么跟那张八仙桌一样的木材? 十人数! 我自言自语。 陈绍青满脸横肉一抖, 小兄弟, 你没学过植物学? 我知道, 它的意思是什么? 十人数是从未被人证实存在过的植物。 十人数广义指地球上的食肉植物, 有13棵20属600多种, 绝大多数都隶属于猪龙草科、 毛高菜科和李枣科等三个食肉植物科。 已知的最大肉食植物是王猴猪龙草, 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 同时, 十人数指不同传说中的食肉植物, 其体型庞大的能够杀死甚至吞噬一个人类或其他大型动物。 不过现实中没有此类植物的具体存在证据, 纵使有着各种不能肯定的有关报告记载。 但现在不管我们信不信, 也只能把这是当真。 如果这房子真是十人数的木材建造的, 我突然想到什么? 即后,大家站一堆,别离开我三不远。 十人数阴气重, 天知道赤狮为什么会不上来, 可能屋内有更厉害的东西。 众人犹豫几秒, 吕成峰带头靠近, 其他人这才照做, 不再随意散开。 别分散, 我们先在屋里找找看, 你们看这里有没有一幅画, 发现的话告诉我。 我喊, 然后一群人扎堆, 跟打仗似的, 小心在屋子中摸索。 好在这间房子并不算太大, 也没个桌椅啥的, 两分钟不到, 就被翻了个底朝天。 这时候, 三胖子大喊, 这儿, 这儿。 我看过去, 三胖子正指着一面墙, 兴奋喊叫。 屋子里本就空, 所以一眼就看到了三胖子指折的地方, 那哪有画? 三胖子拉我过去, 你看这里。 原来画是直接掉在墙上的。 怪不得翻个底朝天, 都没看到哪里挂着画。 三胖子蹲下, 想用手触摸, 被我拉住, 别蟒撞。 蹲下仔细打量。 与其说是画像, 倒不如说是浮雕更为贴切, 木头墙壁下端刻着一个女人, 女人面容娇好, 侧身而立, 似半轮明月, 这流苏长裙, 裙摆极地, 恍若穿着天边棉云。 浮雕栩栩如生, 仿佛一眨眼, 女人就要从墙壁中跳出来一般。 我一下子看待, 猫耳村都是土砖房, 但偏偏这个宅子是木头房子, 而且从这个女人浮雕来看, 年代还很久远。 想了想, 明白了, 画中仙是怎么来的。 食人树以人为食, 人死后被食人树消化, 与树融合为一, 再在上面雕刻画像, 也就相当于在人死之后, 把人之, 人高混合胃干血液, 在画上作画。 三胖子这时候, 还有闲情啃牛肉干, 他边啃边问我, 然后咋办? 鱼有时魂破被勾去, 画像肯定不能毁, 先把魂喊回来再说。 和喊王道士那会差不多, 一样画葫芦, 把鱼有时放在门前, 用他自己的中指写盖住浮雕眼睛, 随后让张照若喊他的名字, 期间少不了用引路指人。 鱼有时魂破被喊回来, 书弟惊醒, 高喊, 怎么回事? 张照若把笔记本电脑递换给他, 他保一样捧着笔记本。 我把事情给他说, 他听罢先一愣, 然后嗷了一声算是了解, 甚至连句感激都没。 鱼有时醒来之后, 我发现所有人都盯着他看, 他却捧着笔记本电脑, 旁若无人的敲击不停。 我正在询问, 三胖子突然啊地叫起来, 一个薄如纸片的黑影子 从浮雕中飘了出来。 所有人都慌了, 张凹、张突把腿就跑, 华中仙追上, 伸手往他们天灵盖上抓。 我吓一跳, 剑步冲过去, 利用体内实施鬼胎的煞气, 逼退华中仙。 张凹、张突差点都跑出屋子了, 扭头抹汗, 对我竖大拇指, 厉害!厉害! 华中仙虽然被我逼退, 但没有回到华中, 而是飘在半空四肌而动, 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 把那块浮雕挖出来! 我喊! 孙中萧马里上前, 却被张凹、张突两人抢先一步, 这两人落洋铲往前一地, 这浮雕竟然就被完好的扣了下来。 这屋子本来就是木头打造, 墙壁薄得很。 浮雕被挖出来后, 留下一个大洞, 洞对面是一片黑, 华中仙这时候急了, 疯了一样在我们头上盘旋, 却不敢下来。 烧了! 我喊! 浮雕被点燃, 火焰蹭一下窜起老高, 为了防止房子也被烧着, 浮雕是串在洛阳铲上烧的。 浮雕被点燃的同时, 画中仙也仿佛烧起来一般, 全身只见到火星, 却见不到火焰, 没意会, 他就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众人惊讶得何不拢嘴, 这群人虽然古怪, 但是哪见过这种东西? 又在屋里找了一圈, 确定在没画像之后, 大伙这才松懈下来, 吃东西的吃东西, 喝水的喝水。 于有时则不停摆弄笔记本电脑, 也不知道上头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三胖子和我坐一起, 第一次问了关于大仙的问题, 大仙不会有危险吧?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干笑两声, 撇过头看于有时。 于有时那台笔记本电脑非常奇特, 上头有一根天线样的玩意,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突然听到笔记本滴滴轻响, 于有时便转头看向浮雕被挖掉后出现的黑洞。 我好奇也撇过头看, 只看到黑漆漆的啥都美。 这时候陈绍青上前, 把手电筒往里一打, 我当场就吓得跳了起来。 一张死气沉沉脸, 瞪大眼睛顺着洞看向外面, 那人眼睛瞪很大, 但目光无神, 脸上呈青灰色, 干瘪干瘪的, 穿着一件防风夹克, 身上灰尘满布, 也不知道死了多久, 总之身体却不腐烂, 甚至连一点臭味都没闻到。 我没感受到这人身上的阴气与怨气, 说明这不是一只鬼。 孙中萧皱眉道, 死亡原因不明, 不过生前受过相当大的恐惧。 我绕到墙壁后面看了下, 发现这墙是一个大家层, 这人莫名其妙就死在里边了。 他怎么进去的? 我疑惑不已。 张凹, 张突围着墙壁一阵悄悄打打, 我注意到他们脸上有些怪异神情。 吕成峰一直不说话, 只是看着我们, 把墙壁凿开。 陈绍青突然说道, 张凹, 张突两兄弟对视一眼, 我按道不妙, 急喊, 别。 可还是晚了一步。 两把洛阳缠几个起落, 这墙壁就被完全挖开了。 墙壁一被凿开,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张兆若虽然离得最远, 但却胆小地惊叫出声, 爱一声几乎把我们的耳骨都震破。 墙壁里不是一具尸体, 而是半具尸体。 这人留着平头, 身上布满灰尘, 不知道死了多久, 但尸体一点腐烂的迹象都没, 还可以看出他是个中年男人, 可是, 他的下半身突然不见了。 一根脊椎骨, 孤零零地掉在他胸部以下, 下半身完全不见, 仿佛被什么东西硬生生扯断一样。 场景非常恐怖。 我没见过多少死人, 几乎快要吐出来, 三胖子的情况也和我差不多。 张凹, 张突, 吕成峰, 陈绍青, 孙中霄等人却只是脸色微微一变。 孙中霄蹲下身, 他肩膀上还缠着绷带, 他那里被赤狮扰掉了一块肉, 我有点担心, 他会不会被阴煞气息冲身, 干脆趁他检查尸体的时候, 讨来一个玻璃瓶子, 随便找张白纸, 画了个纸人点燃丢里头, 简单在孙中霄手臂上画了道口子, 然后拔了个火罐, 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毕竟只能随地取材。 孙中霄回头, 多谢。 他脸色明显缓和许多, 我才舒一口气。 孙中霄蹲下坚持了半天, 陈绍青也皱眉蹲了下来, 两分钟后, 两人齐齐站起来, 脸有蓝色。 被非常大的力量直接拦腰咬断, 内脏也被吸引一空, 不过怎么看不到血迹? 陈绍青眉头皱得死死, 仿佛要夹断眉间的忧愁,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五大三餐的汉子犯愁。 孙中霄点点头, 但墙壁内是密封的, 他怎么进来的? 两人对视一眼, 发现什么似乎的, 又蹲下, 在地板上摸索许久, 忽然喊, 在这里。 第116章, 五门八卦。 孙中霄指着地板上一触给我们看, 张凹, 张突两人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陈绍青摸出匕首, 在地板上磕磕碰碰一阵, 撬开一块地板, 在地板下, 我们看到一个拉环。 三胖子一惊一乍, 这是啥? 我们都不知道, 于有时这时候捧着笔记本电脑走过来, 眉头皱着, 喊, 拉开。 我哪敢让他们拉, 喊, 先等等。 这里懂行的只有我一个, 猫耳村古怪, 莫名其妙出现的拉环更加古怪。 众人来回望着我俩, 表情困惑。 陈绍青黑黑笑着, 粗壮大手已经抹在拉环上, 转头问我们, 我到底拉, 还是不拉? 不行! 快! 我和于有时琪琪喊出声, 于有时抬头瞪着我, 眼睛都快喷出火, 你懂个屁! 我一下脑了骂, 你懂, 你懂, 你来, 出了事全他妈死在这好了。 等一下我只管三胖子, 你爱杂杂。 陈绍青脸色顿时变了, 手略一松, 话中先勾人魂魄, 是他亲眼所见, 赤狮也是在于有时的错误只是下挖出来的, 他哪还敢相信于有时。 张凹, 张突两兄弟也差不多, 嘿嘿干笑两声, 躲开老远, 小兄弟, 我可是支持你的, 等一下出了什么情况, 你可不能忘了我们。 他们说话声音非常难听, 跟公压嗓子样的。 孙中消灭无表情站在墙边, 在他心中似乎只有服从命令这句话, 然而吕成峰才是他的雇主。 张照若躲在于有时身后, 眨巴眨巴眼睛, 紧张四下张望。 于有时脸都气绿了, 张口骂, 不与为谋。 转头看向吕成峰。 吕成峰平时说话没人听, 不过真到了拿主意的时候, 这个大金主才是这支队伍的画室人。 吕成峰一脸犹豫, 看样子也被于有时坑怕了。 我把三胖子拉到一边, 做了个请的收拾, 该怎样怎样, 反正出了事我不管。 于有时急了, 叫起来, 打开。 里头有你想要的东西。 吕成峰犹豫两秒, 我按道不妙, 果然, 下一刻, 他发狠喊, 拉开。 自从进了贵州山区后, 我的灵爵基本就失去了作用, 无法感受危险。 他们这样贸然拉开, 不是找死。 孙中削弯腰, 手搭上拉环, 只听到非常沉闷的支哑声响起, 这拉环连着的, 竟然是一个秀气斑斑的厚重铁门。 张凹, 张突两人蹦出老远, 我拉着三胖子也走到门前, 随时准备逃跑。 陈绍青不知不觉摸出了黑面长刀, 身子微拱, 叙事待发。 张西傅也精神紧绷, 站在吕成峰身边。 可等了足足一分钟, 都没见到有什么动静。 这时候孙中削喊, 还有一扇门。 我们全一愣, 凑过去看, 原来还真有另一扇门, 这扇门也是铁的, 上头秀气斑斑, 却没有拉环, 取而代之的是总共13个孔洞, 孔洞大小和手指头差不多。 不过这扇门的开门方向 与第一扇拉环门是相反的, 一个往右拉, 一个往左拉, 也就是说, 如果外面没人的话, 想从里头把门推开, 除非你把这门给炸了。 这事, 孙中削也疑惑了。 张凹走上前, 皱着眉头, 拿洛阳铲磕了两下铁门, 道, 这是阴阳门, 只能进不能出, 送朝前, 用来关犯人的水牢, 就是用的这种阴阳门, 两门都是向外开的, 但开门方向一左一右, 所以只能从外面开, 从里面无论如何, 都是打不开的。 我这才注意到, 两扇拉门之间几乎没有缝隙, 这样想推开难度, 无疑登天。 于有时这时候哼了一声, 上前喊, 现在没事了, 你们谁把这扇门打开? 张凹, 张图两人看了看底下这扇门, 我也顺着看过去, 上面排列着上五下八, 总共一十三个孔洞, 但没有拉环, 而且, 拉门跟四周贴合得十分严密, 想要撬开, 完全不可能。 只能从这一十三个孔洞上做文章。 于有时蹲下身看了看, 直接伸手往孔洞里伸, 想试试能不能把这门给拉开, 却被一只白净的手给拦住。 小心! 张兆若忙喊。 于有时回头看他一眼, 张兆若脸瞬间变得通红, 有, 有, 有危险。 什么? 张凹, 张突一愣。 我仔细观察他们, 发现张凹, 张突在某些方面非常擅长, 我也就更加坚定了, 吕成峰是来找什么的。 这是五门八卦锁。 张兆若望向拉门的眼神坚定无比, 完全没了看于有时时候那种怀春少女的羞怯。 每个孔洞里都有一个机阔, 总共一十三个机阔。 可能只用打开一个机阔就可以把门拉开, 也有可能要两人合力, 按照一定的顺序打开机阔才能把门拉开。 我一愣, 一是三个机阔, 需要打开几个机阔不清楚, 还要按照相应的顺序打开机阔, 这不就是个排列组合吗? 我给三胖子一说, 两人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 也没算出来到底有多少种开门方法。 张兆若看到折扇门, 眼睛开始放光, 有多少种开锁的组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每个锁孔的机阔里都藏着非常严密的机关, 要是开锁方法不对, 机关就会发动, 咔嚓一声, 把人的手指头给削下来。 于有时吓得往后缩了一锁。 我和三胖子愣愣看着张兆若, 其他人似乎是见识过这姑娘的厉害, 并没有太多吃惊。 对普通人来说, 五门八卦锁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张兆若接着说, 五门八卦锁开锁方式十分困难, 制造起来也是困难无比, 往往只有关押重要犯人, 或者存放重要事物的时候, 才会使用。 在宋朝之前, 只要不是暴力把锁头破坏, 除了主人, 几乎没有人能开这个锁。 曾有人试着用钢铁打造带弯钩的铁棍开锁, 结果铁棍都被削没了, 这锁都没开成。 我们听得大叫神奇, 这五门八卦锁还真是一个字, 奇。 里头鸡阔灵活, 机关更是凶狠, 别说铁, 就是现代的钢材拿来, 也能被里头的机关削掉。 张凹, 张兔两人绝地无数,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不信邪地摸出一根钢条, 钢条很短, 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他们把钢条一端伸入其中, 然后往外一勾, 等了几秒, 还还笑起来, 小姑娘, 里头的机阔不是坏了吧? 怎么钢条一点动静都没? 张兆若却言笑艳艳, 拿出来看看。 张凹把钢条往外一抽, 我们一看,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钢条一面光滑如镜, 显然是刚被削断的, 而且还是无声无息削断的。 我们惊惧不已, 现代锻造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 但是还没有什么技术 能够在短短几秒内, 削断一根钢条, 而且还一丝声音都不发出的。 张凹, 张兔两人不再说话, 傻傻站在一边。 吕成峰走上前, 他半蹲下来, 盯着这扇拉门死看, 问, 那该怎么打开? 于有时难得和上笔记本电脑, 摸出来了对讲机一样的小玩意, 上头还带着显示屏, 前端有一个小线圈。 他把这东西, 对着拉门比划了一番, 上头避避, 避避想了一阵, 然后转头说, 没有腐蚀性的东西, 可以试试。 听到于有时的话, 张兆若的目光瞬间变得炙热, 紧接着从背包中摸出了一幅手套。 这手套非常非常薄, 激进透明, 戴上手套后, 手套就顺着他的皮肤贴了上去, 粗粗一看, 仿佛就没戴上过手套一般。 这个五门八卦所年代有些久远, 里头难免有些细菌, 为了防止感染, 戴上手套是必须的。 张兆若淡淡解释,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 这手套明显不是只为了防感染。 张兆若不说, 我们也不好问。 我只是很好奇, 他是什么来头? 于有时勉强算是三胖子的师兄, 张兆若是于有时找来的, 那他是谁?三胖子怂怂肩, 手中拿这个牛肉干狂啃, 管他呢? 不饿死就行了。 张兆若戴上手套后, 开始开锁。 他并没有直接就把手指头伸到孔洞里去, 而是蹲下身, 悄悄打打一阵, 耳朵附在拉门附近, 听着什么, 保持着这个姿势五分钟后, 他站起来拉了拉筋。 就在我们以为他要开始的时候, 他慢慢蹲下, 把鼻子凑到那一十三个孔洞前, 死尽绣着。 这样反反复复重复以上步骤, 半个小时后, 他才开始动手, 我微微一正, 心道, 这不是望闻问切吗? 张兆若执行的几个步骤就是望闻问切, 这是师父给我强调过许多次, 可我偏偏没有完全做到的。 我不禁对这个姑娘刮目相看, 只见到张兆若俯下身, 手指头还没伸到孔洞中, 已满头大汗。 他束手在拉门上轻轻敲击了两下, 听到回音, 右手小拇指轻轻探入其中一个孔洞当中。 紧接着, 一声轻微的咔嚓声传来, 我们精神全意紧。 但想到刚才张凹, 张兔两兄弟的钢条插进去, 都没有这声音, 张兆若显然没事。 他一只手不停地敲击拉门, 另一只手则缓慢地插入孔洞当中。 整整十分钟, 他才确定了三个孔洞的位置。 正当这时候, 外面却传来一阵鸡飞狗跳声。 我们一听声音, 忍不住其声惊呼, 赤狮来了。 第117章, 惊险。 先前折回去的那头赤狮又出现在了门口, 站在木屋门口, 没了顾忌式的往里头冲。 我们都慌了, 他怎么能进来? 于有时满头大汗, 可能是因为把浮雕烧了。 我一惊, 赤狮怕话忠先。 但没有时间想这么多, 连喊, 别让他打扰张兆若开锁。 孙忠肖叔弟站起, 操起黑面长刀迎着赤狮就冲了上去。 这头赤狮智力十分低下, 孙忠肖艰难缠住他, 我喊, 坚持住。 撒腿往外面跑。 三胖子急得大喊, 讲娃子。 你干什么去? 拿匕首? 我急到。 结果刚跑出去,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追上来, 一起。 我一看, 是陈绍青。 三胖子也想过来, 我冲后面吼, 拉住他, 你们别随便从屋里出来。 陈绍青和我撒腿往外跑, 这时候浓雾已经散开了, 猫耳村的村民仿佛不是鬼魂一般, 自由自在地在阳光下行走,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陈绍青边跑边问, 他们到底是什么? 我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鬼, 鬼, 都是鬼。 陈绍青嗷一声, 默不作声摸出匕首做警惕状。 猫耳村的村民看到我们沿路狂奔, 都惊诧转头看我们, 那眼神, 那神态, 那举动完全和活人没什么两样。 说实话, 我也心里发毛, 猫耳村的状况我大概猜到了一些, 心想, 这猫耳村还真是造孽。 啊, 耳边时不时响起村民们的惊呼, 我充耳不闻。 陈绍青皱着眉头跟我身后, 没一会, 我们回到了挖出赤狮的那间屋子, 赤狮还躺在地上, 一群猫耳村村民围在一边哭喊, 嘎嘎嘎嘎嘎嘎。 你怎么了? 我看得汗毛都炸了起来。 陈绍青唬吼一声, 滚。 这群村民惊讶回头, 看到我们乌耳一声叫了起来。 我冲上去, 他们跟躲温神一般躲开老远, 死活不愿意碰到我。 他们半人半鬼, 所以看到我要本能躲避。 我对陈绍青说, 别管他们, 先把这头赤狮绑起来。 这匕首扎不死他的。 我利用身体内的食事鬼胎, 把这群悲愤莫名的村民赶出屋子。 陈绍青不知道从哪找到两根麻绳, 麻绳有三指粗, 把赤狮四肢反身向后一起捆着, 使出吃奶的劲, 记了一个非常结实的结。 他奶奶的, 身体真硬。 陈绍青累得满头大汗, 四肢关节跟钢筋样的。 他盯着赤狮看了会, 又费了把子力气, 把他吊到了房梁上。 他再厉害, 都是人类的身体结构, 老子就要看看, 把他四肢反捆住, 他还怎么脱身。 陈绍青冷笑两声, 我点头, 把匕首拔出来。 匕首一被抽出, 赤狮就行转过来, 怪叫着挣扎, 但由于四肢被反捡住, 纵使他气力再大, 都没法从绳索中拖出。 匕首杀不死他? 陈绍青问我, 我把匕首小心收好, 哪那么容易, 除非你能砍下他的脑袋, 或者找到他的魂魄, 把魂魄按回他身体内, 再就可以用大洋的东西把它烧了。 末时间解释更多, 我喊陈绍青快回去, 孙中霄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我们俩出去, 发现门口又围了一大堆猫耳村村民, 叽叽喳喳不知道说些什么。 见我出来, 窝窝一声跳开, 陈绍青和我疯了一样, 往木屋方向飞奔。 一过去, 只见到孙中霄好几次, 差点被赤狮的爪子挠到, 非常狼狈。 而且, 为了不让赤狮冲进屋子, 孙中霄几乎是用身体堵住的大门。 你快去帮忙! 我急了, 冲陈绍青喊, 陈绍青接过匕首, 嘿嘿一笑, 趁着孙中霄和赤狮打斗的时候, 轻松绕到赤狮身前, 只见到他粗壮胳膊上青筋抱起, 一匕首就扎进了赤狮脑袋里去。 赤狮哼都没哼一声, 立即倒地不起。 我们全舒一口气。 于有时这时候却叫了起来, 赵若, 你的手。 张赵若汗如雨下, 脸白得跟涂了粉一样。 只见到他的右手无名指,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鲜血染红, 三胖子眉头一皱, 上前看了一眼, 笑着转头对大家说, 没事, 被割破了, 待会我弄些草药敷上去。 说着, 打开自己的背包, 我这才看清楚三胖子的背包里都是些什么东西, 很大一部分都是草药, 压在一大堆食物底下, 也分不清到底是什么药材。 然后取出研磨棒和研磨碗, 自顾自地挑了几株药材磨起来, 嘴巴还一直念叨着什么, 药性凉傻傻的, 总之我是听不懂。 张兆若满头大汗, 于有时想伸手帮他去擦, 却被骂了回来, 别碰我。 于有时吓得一抖, 幸幸然退回去。 只见到张兆若全副心神都集中在了五门八卦所上, 全身紧绷, 仿佛任何有点重量的东西压在他身上, 都能把他压垮。 他的七根手指头都已经插入了五门八卦所的孔洞当中, 只能用脑门磕一下地面, 在侧耳听锁的动静。 我这才看到, 他脑门子几乎都冒血了。 终于, 在放入第八根指头之后, 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咔嚓声, 紧接着张兆若费力把拉门往外一扣, 吱哑一声非常尖锐的声响, 这门就被拉开了。 做完这一切的张兆若瘫倒在地, 一个劲的喘气, 开一个五门八卦所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 但明明累得动弹不得的他, 偏偏嘴上挂着微笑, 终于开了一次五门八卦所。 三胖子上前, 把磨好的草药敷到他手指头上, 然后把还剩下的草药浑着水, 让张兆若吞下去。 张兆若苦着脸, 几乎快哭出来的把药吞了下去。 三胖子笑了起来, 没办法生火, 所以只能这样了, 效果要差一些, 不过疗胜于无。 张兆若吃完药, 脸上疲惫深色好了许多。 刚才差点错了一步, 要不是我收手快, 手指头都要被削断了, 张兆若战战兢兢说。 我们这才知道, 他手指头为什么一直冒血。 这时候, 吕成风忽然喊, 我们下去。 孙中削眉头皱了起来, 我们还有伤者, 他指了指张兆若。 我也皱眉头, 吕成风未免太心急了。 而且拉门才打开, 下面的空气怎样还不能确定。 吕成风沉默两秒, 说, 孙中削留下, 张西傅, 陈绍青跟我下去, 张凹, 张兔, 你们两个怎么看? 张凹, 张兔两人黑黑一笑, 操起洛阳产站在吕成风身边, 您说呢? 吕成风点点头, 然后望向于有时, 于有时愣了愣, 看了看张兆若, 又看了看底下, 坚定道, 我也去。 那就这样了, 叶壮你是跟着这位兄弟吧? 吕成风看向三胖子, 三胖子哼一声, 要不然? 吕成风没再说什么, 这时候陈绍青和张凹, 张突不知道从哪摸出来火折子, 这玩意我还是第一次见, 火折子一吹就燃, 张凹把火折子丢下去, 也不知道底下有多深, 在黑暗中, 那火折子滚出老远, 只看到一些星星点点, 火折子足足烧了半个小时没灭, 张凹才怪声怪气说道, 底下空气足够,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戴上防毒面具。 张突手中洛阳缠往地面上打了两下, 只听到非常沉闷的一阵响, 便再挖不下去。 这个矮个黑汉子, 定样样看了底下一眼, 说, 底下有巨石形成的拦截, 很厚, 起码有五米多厚, 下去之后没法打洞, 得用炸药炸。 张突不仅外貌和张凹很像, 声音也是一样的难听。 我听完就知道, 为什么吕成峰要留人在上面了, 心说, 这人心思好缜密。 他是怕万一他们, 在里头碰到了什么危险, 没办法出来, 还得靠我们上面的人接应。 我还要去找我的同伴。 我冷声说。 吕成峰笑了笑, 没事, 孙中消守在上面就行。 我心中暗骂, 没了孙中消, 我和三胖子想找大仙和王道士的话, 在村子里几乎寸步难行。 孙中消有些犹豫地看了我一眼, 旋即保持沉默, 在张兆若身边蹲坐下来。 他想置身室外。 张熙复这时候说, 我们现在下去。 于有时的笔记本电脑似乎没电了, 他从包里摸出块新电池, 换上, 打开后在上面噼里啪啦敲一阵, 才说, 下去吧。 张凹, 张兔两兄弟嘿嘿笑着, 操起洛阳铲做了个请的收拾。 我知道这两兄弟是贪生怕死, 不敢先下去。 吕成峰笑了笑, 张熙复更是冷笑两声, 戴上防毒面具, 打头走下去。 吕成峰紧随其后, 在之后才是雨有时。 这时候, 张凹, 张兔两人顿了顿, 看了看陈绍青, 抢了进去, 由陈绍青断后。 陈绍青扑一声笑出来, 这五大三粗的汉子, 即便满脸横肉, 也少有严肃的时候, 和孙中霄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类型。 他也不恼火, 等着张凹, 张兔两人进去之后, 才一跨步走了下去。 顿时上面只剩下我, 三胖子, 孙中霄, 张兆若四个病残人士。 孙中霄手臂, 有伤战斗力大打则扣, 张兆若类的战都站不起来。 三胖子是个大胖子, 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 我在猫尔村能做到的也很有限。 于是我很怀疑, 我到底能不能找到大仙和王道士他们。 第118章, 在狱。 吕成峰带人下去之后, 我和三胖子在上边面面相去, 三胖子平时吃吃喝喝不问世事, 但其实他心比谁都急, 去找大仙。 我点头, 找肯定是要找, 但是, 说着看了孙中霄一眼。 我和三胖子两人, 在村里碰到别的东西不怕, 碰到赤狮, 那是死定了的。 孙中霄闭了眼, 不看我, 只是冷冷说, 抱歉。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 帮不了我。 你在这等, 我一个人去找。 我对三胖子说, 三胖子愣了愣, 不带我去呀。 你跑得过赤狮吗? 我无奈, 不是不带三胖子, 是这村里的赤狮不知道有多少, 碰上一个两个还好说, 跑回木屋就是了, 但是, 这村里的赤狮肯定不止那几个。 三胖子啃着牛肉干, 寻思一会, 耸耸肩, 那你早点回来。 我嗷一声, 快不出了屋子。 结果刚出来, 肩膀就被人按住, 把这个拿着。 是孙中霄, 他递给我一把黑面长刀, 就是电视上美国大兵近密林后常用的那种, 刀长半壁, 刀头跟个茄子似的, 刃口光滑如初, 即便孙中霄拿着把刀和赤狮搏斗了好几次, 刃口上连一点卷痕都没。 一定要回来。 孙中霄使劲按住我肩膀, 然后松开, 转身回到张兆若身边坐下, 不再看我一眼。 我冲他抱拳, 一定回来。 三胖子这时候偷偷塞给我一小瓶糊样的东西, 他粗声粗气说, 置外伤的, 可以止痛, 大仙要是受伤了, 给他抹上。 我点头, 快不出去, 来到猫尔村的一条小巷中。 猫尔村不大, 就不到五十户人家的样子, 房子挨着房子, 一会儿就逛了个遍, 却始终没看到大仙和王道士。 难道出事了? 我暗想, 但王道士说过, 他说, 他能坚持三天, 我就只能相信他可以坚持三天, 否则他不顾危险冲进去送死。 如果他们没事, 他们会在哪里? 我寻思着, 却找不到答案, 难道在屋里? 那可就有点难办了, 猫尔村古怪就古怪在, 他们每一户人家应该都有十人墓打造的家居, 或者一些别的东西, 这些都为养赤狮备好了条件。 贸然进屋, 很有可能惊扰了赤狮, 到时候就麻烦了。 在村里大摇大摆晃了一圈, 村民见到我跟见到温神式的跳开, 可偏偏他们在避我, 却又无视我。 仿佛我不存在一般, 不论我如何喊叫, 如何在村里闹出动静, 他们眼珠子都不转一下。 这可就奇怪了。 猫尔村到底哪出了问题? 这群村民是鬼无疑, 他们为何在大白天能大摇大摆地出来, 但到了晚上又变成青面獠牙的厉鬼。 我突然记起他们喊那句赤狮, 嘎子, 嘎子媳妇。 这么说, 赤狮原先都是村民。 王道士是不是一早就发现了这些, 所以笃定自己能带着大仙在里面撑三天。 想到这里, 我猛一拍脑门子, 猫尔村满村冤魂, 而且还有赤狮跟华中仙, 要是我, 我能躲哪里去? 这样换位思考一下, 我立刻有了头绪。 猫尔村村民白天跟常人无异, 但我知道, 他们肯定是厉鬼, 不论白天晚上, 王道士跟大仙没有实施鬼胎, 绝不能他们打照面。 华中仙行踪飘忽, 而且行动起来没个定向, 虽然被消灭了, 但王道士他们不知道, 所以暂且放在考虑外。 赤狮。 猫尔村的赤狮, 长久处于休眠状态, 要不是张凹, 张吐两人把那具赤狮挖出来, 我们也不会这样狼狈。 但赤狮当中, 还有一个例外, 就是那天伪装成三胖子, 欺满我们的那具赤狮。 那具赤狮的智力超群, 甚至能与人对话, 它应该是村子里能对王道士, 造成最大威胁的东西。 王道士要一面躲避赤狮的追追赶, 一面避开猫尔村村民冤魂, 还要提防华中仙。 我想了半天, 忽然醒悟, 难道王道士他们去了木屋? 去了木屋后, 基本上就只用对上华中仙, 那么胜算也大不少。 旋即, 我就摇头否定, 如果王道士去了木屋, 为什么我们没看到他? 我站在猫尔村村中央苦思冥想, 四周村民各忙各的, 只是走路的时候绕开我, 就跟没看到我似的。 正当这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呼喊, 救, 救, 救命! 讲娃子! 救命! 我一愣, 是三胖子的声音, 慌忙朝着声音方向跑去, 只见到三胖子疯了一样, 往这边跑, 边跑边叫, 又来了两句赤诗, 三胖子冲我喊, 我吓一跳, 被张凹, 张突两兄弟挖出来的那两句赤诗, 不是解决了吗? 难道是, 我们进村那天, 钻出来的那两句赤诗? 孙中霄呢? 我急喊, 跑过去, 却猛然觉得不对劲, 三胖子体力很糟糕, 跑步很慢, 但是, 眼前这人跑起来, 怎么连一滴汗都没有流? 艳阳当头, 我却冷汗直冒, 三胖子跑道离我只有五米多远, 大叫, 蒋娃子, 救, 救命, 不知道为什么这张脸我越看越诡异, 三胖子表情虽然痛苦, 并且急切, 但是, 真的一滴汗都没有流, 这种天气, 光是在大太阳下站着都会满头汗, 我当场吓得乍毛, 哼都没哼一声, 扭头便跑, 三胖子在身后急喊, 蒋娃子, 蒋娃子, 救, 救命, 我话都不敢答, 撒了腿在村里跑开, 三胖子就撵在我身后, 一个劲地喊救命, 喊了没一会, 声音突然变成了哀嚎, 我得空扭头一看, 三胖子全身皮肤都裂开, 一具赤诗从里头蹦了出来, 使劲抹了抹汗, 还好刚才跑得快, 要不然就糟糕了, 这具赤诗显然就是那天 撵大仙和王道士的赤诗, 这具赤诗突然出现, 是不是就是说大仙他们遇难了? 越想越心急, 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往回跑, 我资格肯定是搞不定这家伙的, 只能往木屋那边引。 赤诗速度慢, 没一会被我甩开, 我舒一口气, 准备拐弯回木屋, 眼前突然一花, 一个斜爪子就挠了下来。 我慌了, 一顿乱摸, 慌忙中操起黑面长刀, 挡在头上。 只听到当一声, 手臂顿时就失去了知觉, 然后争一声, 黑面长刀没柄插入土中。 我看也不敢看, 连滚带爬往外跑, 这时候, 另一只赤诗也追了过来。 我疯了一样跑回木屋, 孙中霄。 我急喊, 赤诗速度慢, 没追上来。 孙中霄从屋里窜出, 我一个踉跄摔在地上, 心里骂, 老子是捉鬼的, 怎么竟碰到这种难解决的事? 后面有三头赤诗。 我喊, 孙中霄愣了愣, 三头。 三胖子从屋里跑出来, 讲娃子, 你是不是跑晕了? 张照若体力恢复了些, 也扶着墙走出来, 盯着我出神。 我们先出村。 我当机立断。 被三巨赤诗年, 得时时刻刻小心他们会不会追上来。 孙中霄脸一沉, 不说话, 回到拉门边坐下, 张照若贪贪手, 表示无能为力。 只有三胖子一脸惊恐地喊, 那大仙呢? 我咬牙, 猫耳村就这么小。 能跑到哪里去? 说不定他们从村子另一边跑了。 猫耳村又没个遮拦, 只要不是在村口被堵住, 四面有很多地方出村。 三胖子恍然大悟, 说, 我收拾下。 进屋把一些草药跟瓶瓶罐罐装进包中。 我在外面急得踱步, 赤诗速度虽慢, 但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找过来。 三胖子收拾好, 我拉着他往村外狂奔。 才跑到一半, 就被堵住了。 猫耳村的路非常狭窄, 一只赤诗就可以把路给封死。 这边? 三胖子和我慌忙往右边的小道跑, 刚到出口, 另一具赤诗疏地出现, 爪子几乎把我们挠到。 我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三胖子速度慢, 但也吃力跟着我跑, 结果一转头, 另一具赤诗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把退路堵死了。 爬墙? 爬墙? 我慌张喊, 手忙脚乱爬上院墙。 三胖子太胖了, 他在院墙边上死活爬不上来。 你用力! 我尽用得几乎快把肠子给蹦断了, 都拉不动三胖子。 几具赤诗越来越靠近, 三胖子急了, 把包扔给我, 慌张喊, 讲娃子。 一定要救出大仙。 我救你麻痹啊我救。 你给老子快上来。 我焦急大骂, 怕三胖子做蠢事, 说着跳下墙, 把他往上推。 三胖子哭喊着一屁股, 把我拱远, 你别管我。 这时候赤诗里, 我们差不多只有三米远了。 我急把他一推, 弄骂, 你大爷的快爬上去。 结果这一下太用力, 再加上三胖子自己的力量, 轰一声, 这土砖砌成的墙, 竟然被他扑倒了, 土砖墙本就脆, 三胖子又重, 再加上我一使劲, 没想到就这样倒了。 我吓得下巴多快砸地上了, 三胖子爬起来挠挠脑袋, 一脸困惑, 哈! 赤诗已经到了面前, 我来不及吃惊, 拉三胖子快跑。 三具赤诗碾在我们后头, 三胖子用了全力跑, 可他的耐力始终不够, 赤诗越追越近, 爪子一伸, 把我背包给挠了个稀巴烂, 里头零零碎碎地掉了一地。 三胖子看得连道可惜, 你, 你, 你吃的东西怎么这么多呀? 紧接着, 我背后一通, 赤诗爪子一下子挠我背上了。 我慌了, 回头一看, 赤诗离我不到一米远, 他爪子已经扬了起来。 正当我绝望的时候, 一个人影飞奔而至, 刷一下把什么东西插到了打头那句赤诗眉心, 然后回头吼, 快跑。 我一看, 忍不住喊出声, 孙中霄。 第119章, 得救。 孙中霄快步冲上前, 把匕首扎入一具赤诗脑门子上, 转头拉我们跑。 我和三胖子气喘吁吁跑回木屋, 突然想起什么, 先前那头赤诗呢? 孙中霄指了指院子, 我一看, 好家伙, 这具赤诗四肢也被反绑了起来, 哎呀地发出奇怪声音啃着泥巴。 你怎么知道这样做的? 我吃惊问。 孙中霄望了屋外一眼, 那两句赤诗还没追上来。 他们和人类身体构造是一样的。 孙中霄面无表情道。 我忍不住暗叹, 孙中霄和陈绍青还真是一条道上的人。 刚才多谢你了。 我冲他说。 孙中霄不搭理我, 转头进了屋。 张照若扶着门, 脸色铁青, 若声若气问, 接下来怎么办? 按照目前的状况, 那两具赤诗找上门是迟早的事, 匕首却只有一把, 而且还在外头。 三胖子一屁股坐地上, 把背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 跟红军赴死似的喊, 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这时候, 孙中霄从屋里出来, 手中多了根绳子, 这绳子有点像是登山绳。 他指着房顶说, 上去。 说着头也不回, 反身一脚把屋内的那两扇拉门给关了上。 他们可能不会爬高。 孙中霄解释, 我一愣, 这是我还真没想过。 他们全身肌肉僵硬, 关节更是不灵活, 所以行动非常缓慢。 一般这种关节, 肌肉僵硬的动物, 都无法爬高。 三胖子惊讶张着嘴巴, 嘴巴里的食物都快掉出来了。 爬? 我下定决心。 孙中霄挨着墙, 也没看他怎么动, 两个起落就爬上了房顶, 把绳子放下来, 让我先爬上去。 张兆若第二个被我们拉上来。 三胖子垫后, 因为以他的体重, 我和孙中霄两人都拉不动他。 三胖子将登山绳系在腰上, 我, 孙中霄, 张兆若使了吃奶的劲, 才把他掉到一半, 房顶都快被我们踩穿了。 这时候, 外面一阵响动, 那两句赤狮追了过来。 我急得满头大汗, 三胖子大叫起来, 快! 快点! 可我们怎么都拉不动他了? 这时候, 赤狮已经进了院子, 我慌得大骂, 你苟日的, 平时不能少吃点。 一个人影已经跳了下去, 是孙中霄。 孙中霄在底下把三胖子往上一拖, 我和张兆若手臂都快被绳索勒断, 才把他给拉上来, 结果我用力太猛, 三胖子拖上来后, 猛得往后一倒。 木屋房顶本就是黑瓦, 刚才就被我踩松, 这一下直接砸穿房顶, 背上重重一通, 肺部的空气跟被挤出去似的摔在了地上。 木屋并不算高, 但这一下摔得实打实, 只觉眼前一黑, 几乎痛得昏厥过去。 在地上挣扎折腾了一阵, 耳边听到有人吼, 快上去。 胸部一阵脚痛, 好不容易缓过气, 只见到一只赤狮不要命似的, 我往屋里冲, 孙中霄缠住他。 这时候, 一根绳子从上头掉了下来。 三胖子在上面急喊, 讲娃子。 快上来! 快上来! 原来是张兆若把绳子绑在了房梁上, 还是这姑娘机灵, 知道他们在房顶拉的话, 指不定又会掉下去, 干脆把绳子绑在房梁上。 我胸部剧痛, 吃力爬上去, 疼了个满头大汗。 刚爬上来, 还没来得及喘气, 孙中霄也爬了上来, 顺便把登山绳也收了。 两句, 赤狮在底下晃了几圈, 伸手朝空中虚挠着。 这时候, 三胖子突然惊呼, 你受伤了? 孙中霄苦笑两声。 我这才注意到, 这个冷漠的汉子脸色发白, 胸口血流不止, 小腿上更是连皮带肉的, 被挖下来一块。 你等等! 三胖子喊, 手忙脚乱, 差点掉下来的, 从背包里摸出了几位药材, 把药放在研磨碗里研磨起来, 边研磨还边让张兆若加水。 最后帮孙中消敷好药, 给他缠上绷带后, 三胖子递给我一个小玻璃瓶子, 里头是一些青色的水。 李气的, 你摔太重, 气一时顺不过来。 我喝下, 胸口顿时清凉了不少。 低头看去, 两句赤狮在底下也不离开, 就仰着脑袋看我们。 张兆若都快哭出来了, 怎, 怎么办? 三胖子闷闷坐在房顶上吃东西, 天气太热, 猎羊当头, 他热得汗流加倍。 孙中消在房梁上躺了一会, 霍地坐起来说, 我下去会。 我一惊, 猜到他要去干什么, 忙拉住他, 不慌。 你要去剪匕首回来? 顺便把大街上那头翅尸捆住。 孙中消一愣面无表情, 撇过头没说话。 我也识趣地闭了嘴, 孙中消的打算不错, 一个一个把赤狮消灭, 但要是他身体无碍还好, 但他现在失血过多, 身体虚弱得很, 下去几乎就是送死的。 找三胖子讨来一个玻璃瓶, 想咬破中指, 用中指血化一张巨洋符, 把孙中消体内的阴气驱逐, 却发现自己两手中指早干干瘪瘪, 只能描向三胖子。 三胖子做事死如龟状, 来吧。 用三胖子的中指血化了张巨洋符, 然后给孙中消拔了几个火罐, 帮他驱逐了体内的阴煞之气, 才得空检查自己的伤势。 我自己身上的伤并不重, 背后被赤狮爪子挠了一下, 但赤狮的阴煞气息对我无用, 所以基本算是皮外伤, 三胖子给我包扎了下, 算是没事了。 孙中消沉默寡言, 张召弱弱女子一个, 三胖子死胖子一只, 我在赤狮面前又只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弱书生, 虽然赤狮上不来, 但我们也下不去。 拉门是被孙中消关上的, 是为了防止赤狮寻下去, 但是这下好了, 吕成峰他们估计也上不来了。 三胖子闻周周来了句, 这是困兽斗啊。 我翻了翻白眼, 这是困鼠斗。 底下那两只是猫。 张召弱手足无措, 不知道小鱼现在怎么样了。 我更担心, 大仙和王道士他们。 四人困于房上, 谁都没个好办法, 孙中消沉闭目休息, 三胖子闷闷吃东西, 在上边晒得不行, 也躲到房梁上来, 把张召弱都挤到角落去了。 张召弱苦着脸, 我也没办法。 正一筹莫展的时候, 张召弱忽然尖叫起来, 这,这里有浮化。 这突然一叫, 差点把我吓得摔到下面去。 怎么回事? 我过去看。 他挪了挪身子, 指着房梁上一块给我看。 三胖子也想过来, 被我踹了回去, 房梁这么狭窄, 他过来不是添乱吗? 只见张召弱屁股底下, 有一张非常隐蔽的浮雕, 和画中仙那幅差不多, 不过这幅画比画中仙那幅多了许多内容, 但大半被压在他屁股下, 看不太全。 会不会, 还有那东西? 张召弱若若问。 我伸手摸了摸浮雕, 浮雕上一点反应都没, 如果真是画中仙的话, 不会这样。 你让开点, 让我看清楚。 我说。 张召弱若又挪了挪屁股, 整个人都挤到了角落, 我这才把整幅画全看清。 看清后,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浮雕绝对不是为了形成画中仙而雕刻出来的, 因为浮雕上根本就一个人都没。 我们换个位置。 和张召弱换了位置, 便与我更加仔细地观察。 发现了什么? 三胖子远远问。 我凝神看着浮雕, 一分钟之后, 大喜过望, 有救了。 孙中霄这时候也张开眼, 疑惑看着我。 我指着浮雕给他们看, 你们看, 浮雕上一个人都没出现, 说明浮雕根本就不是为了养化中仙而雕刻的。 张召弱指着上头的一个人问, 这不就是人吗? 我笑了笑, 让他仔细看, 他歪脖子看半天, 忽然喊, 雕的是赤狮。 我哈哈大笑, 对, 就是雕的赤狮。 孙中霄这时候, 眼睛忽然亮了起来。 仔细看的话, 其实这并不是一副浮雕, 而是两幅。 我侧身, 尽量把浮雕全部让出来, 整个浮雕展现在大家面前。 相对于房梁来说, 浮雕很大, 几乎有两个屁股那么大。 以中间为分界线, 前一半雕刻的是一棵巨大的树, 从中间裂开一道口子, 就像是人肚子一般, 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站在树肚子中, 怪笑看着外边。 另一半浮雕上, 则刻的树木起火了, 那似人非人的怪物在火焰中身体扭曲。 张召弱看了半天, 问, 这是什么? 这姑娘虽然开索方面非常擅长, 可正常情况下还真是蠢得可以, 怪不得老觉得他和鱼有时是一对, 这两人从某方面来看是同一类型的人。 孙中萧出声问, 可以用火烧死? 光用火, 当然不能烧死。 我摸着浮雕, 声音压很低地说, 要用十人数的木材烧。 三胖子疑惑了, 问, 为啥? 我想了想, 告诉他, 听说过毒蛇出没处, 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吗? 三胖子猛然醒悟, 原来是这样。 师父曾给我说过, 世间一物降一物, 没有绝对无敌的东西, 赤狮的强大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应付的范畴, 但它们绝对是有弱点的, 在毒的蛇, 七步之内都能找到解药, 赤狮出没的地方, 也一定有能降服他的东西。 这东西, 就是十人数。 第120章, 十去九生。 孙中霄二话不说, 上了房顶, 绕到外面, 把折叠铲摸了上来, 然后我们开始拆房子。 整栋木屋, 都是十人数建造成的, 房上木头很多, 没一会, 我们就弄到了不少。 我和孙中霄对视一眼, 让三胖子, 张兆若, 先待在上面, 然后我俩下去。 我们事先做成了几个火把, 一点着, 那两具赤狮, 果然蹭蹭地往后退, 我俩胆子放开, 把火把往赤狮身上一扔, 就跟火星碰到汽油样的, 两具赤狮喷一声烧了起来, 并且发出圣人哀嚎。 赤狮变火人, 爪子还向我和孙中霄抓来, 又扔了两只火把过去, 足足烧了十分钟, 两具赤狮, 才化作了一地黑灰。 三胖子和张兆若, 从房梁上爬下, 恍若隔世。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刚才还要舞杨威的赤狮, 转眼就变成一地黑灰, 这种转变让所有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把拉门打开, 孙中霄叹气站在一边。 吕成峰他们还在下边, 指不定什么时候要上来。 张兆若抖着手走到拉门边上, 我和孙中霄就趁着这个当口, 把外面的那具赤狮也用十人木烧了。 还废了一番周折, 把街上跟先前那间土砖房里的赤狮都解决了。 回来的时候, 发现张兆若竟然焦急在拉门上悄悄打打。 怎么? 我上前询问。 张兆若泪珠子忽然往下掉, 没想到我, 五门八卦锁是活机阔, 开一次锁之后, 开锁机关就随机变了。 再开一次不就成了。 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哭。 孙中霄脸却一沉, 我突然醒悟, 开门五门八卦锁需要时间, 底下危险未知, 谁知道吕成峰他们什么时候要上来。 张兆若手忙脚乱, 开始开锁, 精神却在南极中, 三胖子配了几位要帮助他凝神定气, 他这才沉静下来。 五门八卦锁不好开, 即便张兆若开过一次, 第二次也需要不少时间。 我出去一趟。 我巧声说。 找大仙? 三胖子问。 我点头, 让他在这里待着, 知道怎样对付赤诗后, 这村子对我就没什么威胁了。 带着两个火把, 踏上征程。 又在村里, 仔细找了一圈, 总算找到线索, 在一间屋子里, 有一些食物的残渣。 记得这是村长赵三顺的家, 王道士怎么会躲在这里? 寻思了一阵, 猛地发现屋内有个大坑, 不过这坑显然被挖开很久, 不可能是王道士他们挖的。 除此之外再无发现。 大仙和王道士到底躲哪去了? 我心里烦躁。 在村长家附近晃了一圈, 没看到什么东西, 只好折回去, 可在折回去之前, 我看到村长家挂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有个女人穿朴素的白色衣服。 我隐约觉得, 这人在哪里见过? 女人五官精致, 微微笑起来, 就跟在嘴角挂了个小月牙一般。 我拼命想, 都想不出到底在哪里见过。 照片是二人合照, 另一人则是赵三顺, 大概是结婚照吧。 在照片边上, 竟然还看到了另一张 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人物的照片, 照片上, 一个瘦弱男人, 皮笑肉不笑, 边上站着村长赵三顺, 还有另外两个模样古怪的男人。 那瘦弱男人正是张子。 我痴疑大惊, 张子怎么无处不在? 照片下没有日期, 我无法判断出这张照片 是什么时候拍的, 也就没法确定 张子来到这里的确切时间,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张照片起码是98年之前照的。 也就是说, 猫耳村出现这种状况的时间 并不久远。 张子是个盗墓的, 他来这里干什么? 大仙他们是不是也认出了这张照片, 所以猜到了什么, 躲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满腹疑惑, 拿着十人木制成的火把 几乎把猫耳村翻了个底朝天, 都没找到大仙和王道士他们。 愁眉苦脸回到木屋, 忽然间, 老远传来啊一声尖叫, 我慌忙跑回去, 只见到猫耳村村民不知道 什么时候把木屋团团围住。 孙中霄早把黑面长刀捡了回来, 拿刀羽一干, 拿着农具的村民对驰。 时不时有两个不长眼的村民挥着农具上前, 被孙中霄一刀划破喉咙, 但惊奇的是, 这些被杀死的村民, 没意会就会爬起, 朝着孙中霄叫轩, 哪里来的坏蛋, 从俺们村滚出去。 我看了看表, 已经五点, 马上太阳就落山, 我急冲过去, 逼退他们, 这群村民看到我, 哄一下散了开, 远远对着木屋喊, 从俺们村滚出去。 刚才那声惨叫是? 我问孙中霄。 孙中霄沉着脸, 让我先进去, 我一进去就傻眼了, 张照若脸色惨白躺在地上, 左手血流不止, 一根小拇指平白被削掉了一半, 血液染红了地面, 三胖子急急忙忙配草药, 帮忙止血, 包扎忙前忙后。 食指连心, 那一下有多痛, 怕不是只有张照若知道了。 刚才他专心开锁的时候, 外面这群村民冲进来了。 孙中霄冷冷道, 我沉着脸不想说话, 三胖子忙得满头大汗, 给张照若上好药, 包扎好后, 这姑娘竟然又爬了起来。 小鱼还在下面。 张照若脸色惨白, 跟在脸上涂了一层白粉似的。 现在最好不要动了。 三胖子诚恳建议, 孙中霄也上前把他按下休息。 先休息一阵吧, 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 我叹气。 这时, 底下突然传来一声闷响, 是有人在敲拉门的声音, 敲门声非常急, 仿佛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急切的敲门声了。 张照若脸又白了两分, 连滚带爬到拉门边。 只见到他银牙一咬, 似乎再也顾不得那些个开锁方法, 在五门八卦锁上摸了数秒, 直接把手指头插进去。 我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这一下要是失败, 张照若九根手指头全会被削掉。 孙中霄脸也沉了下来, 三胖子更是急得大喊, 别。 只听到咔嚓一声, 再紧接着拉门竟然就被拉开。 我们全惊出一身冷汗, 张照若拉完门也哭了出来。 几个影子从里头鱼罐窜出, 我一看, 是吕成峰他们。 吕成峰他们非常狼狈, 一身臭水, 张希腹脸色惨白, 比起张照若也不成多让。 陈绍青沉拙脸从里头跳出, 一跳出就往屋子外面跑, 他身上还背着个瘦弱青年, 青年已经晕了过去, 正是雨有时。 吕成峰, 张希腹出来后, 和陈绍青的反应一样, 慌忙喊, 跑! 快! 快点! 人已经出了屋子。 我正纳闷是怎么回事, 张凹以狼狈窜了出来, 底下传来张突的声音, 哥! 等等我! 救, 救我! 往下看去, 只见到张突浑身浴血, 顺着台阶手脚并用往上爬着, 再往下一看,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张突的一条腿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咬断了。 鲜血淋淋, 血顺着台阶向下流去, 忽然底下有非常轻微的响动传来, 张凹脸色顿时就变了, 看了底下一眼, 毫不犹豫把拉门给关了上。 门关上前, 还能听到张突的惨叫, 哥! 哥! 救, 救我! 然后是黑暗中无数血红的眼睛, 拉门啪一声被关上, 双重拉门一被关上, 轰隆一阵巨大的响动传来, 就跟地震了似的, 我们全被震得一跳。 张凹双目通红, 头也不回, 撒腿往外跑。 我也被刚才那一幕吓到, 扯着三胖子疯了一样, 跟着往外跑。 孙中霄背着虚弱不堪的张兆若跟上, 由于村里还能活动的赤狮, 基本被我们消灭干净了, 剩下这些村民由于有我在, 又不敢靠近, 所以在入夜前, 很轻松地就跑到了村外。 陈绍青放下昏迷不醒的鱼有时, 去捡了些干柴, 升起篝火。 我们八人围坐在篝火前, 谁都不说话。 一行十人进村, 只有九人出来, 而且还屁都没搞清楚, 孙中霄富商多处, 张兆若断了一纸, 吕成峰, 张凹, 陈绍青, 张熙复受了些轻伤, 于有时昏迷不醒。 我身上也受了些伤, 唯一完好无损的只有三胖子了。 张兔更是死在了地下。 张兆若沉默坐了一阵, 起身不顾自己也是伤患, 去照看于有时了。 张凹也没待久, 烤暖了身子便躲到了黑夜之中。 我心里默想, 这人好狠的心肠, 把自己亲弟弟扔在地下见死不救。 张凹似乎察觉到我的眼神, 黑暗中, 一双眸子闪着寒光, 等我一眼。 陈绍青沉着脸, 吕成峰闭目养神, 张熙复依旧警惕, 三胖子忙前忙后帮他们智商, 包扎。 孙中霄不知道, 为什么忽然望向猫尔村方向, 我顺着看过去, 顿时汗毛都炸了起来。 只见到猫尔村村民挤在村口, 到了晚上, 他们全变成了青面厉鬼模样, 微微低头, 眼睛向上翻着看向我们。 我心里发毛, 干脆别过身睡觉。 其实我心里蛮是好奇, 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无数双血红色的眼睛到底是什么? 想着想着我沉沉睡着, 第二天还是被三胖子喊起来的。 孙中霄和陈绍青两人, 不知道从哪里逮了好些山鸡和兔子, 三胖子烤好地给我一只, 然后一语步发作了下来。 我问他怎么了, 他不说话。 直到陈绍青丢给我一把折叠铲, 这折叠铲是王道士进山前给我们买的。 感谢观看。